改變還蠻大的 其實我除了教VBA之外 還有教手機的程式設計 還有教Java 這部分好像感覺就是 有一點點本來就 本來 VBA的這個領域是比較大 課比較多的 然後那個Java可能一點點綴似的 現在幾乎不是 現在是整個好像 慢慢的 就是 往那個Java那邊去 變增加態度 那裡面如果你要做雲端 你可以針對表單 裡面 去做什麼 做 我們有表單也是一樣在 雲端上也可以開發表單 那只是說這個表單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他也有程式 只是說程式 寫法不太一樣 寫法不一樣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也許 將來在 在了解一下 觀念上大家類似 裡面的話做哪些事情 將來有想 因為這個部分 需求還蠻大 也許將來 我會 也有這種類似的課程會出來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 再注意一下 OK 大概這樣 那另外就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在這個 我資源上面 如何把那個 前面 前面我們所講的 這個 我們 我們畫面 這個問題9 就上個禮拜 我們這些 都有 然後呢 剛剛我的原始碼 就在這裡 一模一樣 所以呢 如果 可以跑出結果 因為上個禮拜 時間 不是很 夠 所以我會把這個畫面 這個整個 程式 整個都放上去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 直接把Ctrl C 一下 然後在Ctrl V貼上 就可以弄了 那只是說我們等一下把這個程式 底下還有 要把這個程式裡面的東西呢 第一個 要把就是我們原來的 這個問題